我从2007年到深圳来修建地铁五号线开始 到现在的话已经13个年头了 确实是感觉到我们深圳地铁的交通变化是日新月异 而且技术变化也是非常的先进 创新事务的深圳 可能是做他们做不到想不到不认错的事情 我们要深层 所以我们必须要逼得我们去创新 在技术上要做一些突破 十年前我们回国五个上市团队 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深无分纹 手无寸铁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深圳的企业 对于一个全新的前沿性的科学 从实验室里面走出来到真正的工程装备 对它工业平台去应用 十年时间是一个非常快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